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力两为主要目标 成为各级指挥员定下决心运用战术和孤狼战果的基本维度 从作战过程中进行好量 这一特点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首先是认真贯彻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 战前第四十三军各级结合制定作战预案和临战训练 军认真组织干部学习领会军委 关于此次作战 杀鸡要用牛刀的指示 据此排兵不适 再谋划 第一阶段作战时 为慎重出战和速战速决 步兵127师第一梯队 是以两个步兵团攻击之马 龙头地区越军一家强营 另以一个步兵团卫预备队 步兵128师攻打540高地 以步兵一个团 又两个营攻打越军一个营 同时 军部还掌握有一个坦克营 随时准备支援各方向战斗 这样 就使我军队越军形成了六倍左右的兵力优势 保证了作战自始自终 军有足够的兵力实行多路穿插 连续攻坚 较快地突破了敌人防御 到第二阶段作战中 部队已经打出了经验 一直保持以优势兵力围攻当面之敌 连战连截 打得都很干脆利落 展开全文 其次是成敌之戏 多路穿插 充分运用包围手段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 针对当面越军主要采取依托制高点 以火力封锁公路的支撑点式环境防御 第43军攻击部队 着重强调大胆成敌间隙 从两侧穿插敌后 达成四面包围 穿插距离掌握在 火炮兵火力射程之内 随时可以支援步兵战斗 发起多路穿插后 各路紧密配合 互相侧影 使敌人难以射服狙击 部队利用夜暗为掩护实时穿插 路线选择在敌人预想不到的较难通行地段 从而达到出敌不易的效果 因我军周密组织 行动迅速 当插入敌人重身时 越军毫无察觉 竟然还在睡觉 仓促应战 很多阵地被我攻击部队迅速夺取 这样 当全线攻击发起六小时后 我穿插意图便以基本实现 对手敌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有力态势 在战术运动上 各级强调稳扎文打 以多路并肩突击 主点包围律回 既保护了自己的一侧 也达到了速决全肩的目的 在攻击敌人支撑点的战术手段上 主要采取了火力与运动结合 小群多路攻击 把主攻点放在敌人侧后的打法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第一阶段作战我军 攻占了越军二十八个支撑点阵地 其中有二十五个 就是从侧 后打上去的 有效歼灭了敌人 并减少了自己的伤亡 还有就是彻底搜缴 扩大战果 越军历经多年战争实践 惯用游击战的打法 能守则守 守不住就散 藏树林 浸草丛 钻洞子 而后寻击打冷枪冷炮向我袭击 开始时 我攻击部队不熟悉敌人的特点 吃了一些亏 后来各部队总结经验教训 注意攻占敌阵地后 严密组织清剿 坚决将残敌予以阻清 在具体打法上 主要采取分片包杆 拉网合围 以我小群对敌分散 加强随伴火器 用打 炸 烧 搜香结合的手段 逐身逐动搜缴残敌 有力扩大了战果 保障了后方安全 整个自卫反击战中 第四十三军共兼敌五千二百余人 展示了老部队的风采 打出了国为军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